哈喽各位好 欢迎来到第六系频道 今天来跟各位带来是观众投稿的对战 眼前是看到我们即将决击的印度人 对上的是朝鲜的一个比赛 在非洲临终空地 是不是非洲临终空地好不好 这张地图也是经常有出现 一开始会有三个村民 然后准备盖这个鱼塘 鱼塘开局看一下对手 对手其实也算是鱼塘开局了 毕竟旁边还是有比较近的鱼塘 然后这边都固定四群鱼吧 每个都四群鱼 然后这个印度也是开在这里 然后呢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印度文明特性 因为这即将要被改掉了 在4月29号 把会被改掉了 把那个 之后印度就没有这个渔夫捕鱼速度提升了 所以各位这个改版前最后一次印度再看一下吧 村民好费用比较便宜 捕鱼速度提升 所以在这个地图里面有很多人会选用印度 就是这个原因 还有马舅的单位在城堡时代远程护甲加1 帝王时代再加1 特殊单位的相公骑兵 然后之前我们有在那个 就是 dlc 介绍介绍过的相公骑兵吗 之后会全面移到这个射箭厂 是大象文明 包含那个什么孟加的那一坨 就是到时候改版之后 dlc 上了印度人消失 变印度斯坦人 然后他们的那个相公骑兵就会移过来 然后印度斯坦人的特殊单位就会换成另外一个单位 好那还有他们的这个冲上车也会变成大象变成大象取代 他的特性我相信如果你有认真去找网路上的影片 应该会看到相关资讯 那我已经稍微看过一轮了 大象用起来跟这个冲上车有几分神似有几有蛮大差别 因为大象可以吃一些品种什么的 啊不过我们这个等到时候 dlc 出来再细说吧我觉得 或许那时候会来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些新单位的一些特性 中文版本 还有帝王骆驼骑兵 银罐金罐的话收入增加 银罐的银罐的科技是黄金收入增加 这个应该很少人会研发 印度火冲火枪兵射程加1 还有骆驼打箭竹比较痛加4点伤害 科技的部分射箭场安息人母子环都有 其实就少了强弩之外基本上也都有 军影的部分 剑勇几兵这也都有就是也算是全科技的马舅的话呢 就是没有骑士线 那骆驼是全满 匈牙利也有耕种品种也都有带到工程所的话 火炮有给装甲冲荡车中型投资车都有 其实也算是很不错的 那边工程啦 好 厙牛亚场 Über 薄荷 尠外 那不过因为 他是第一长时代本来马舅单位就加1点上 牌 有差一点点吧 php 也還是有差啦 就沒給這個的話 稍微還是比較平弱一點 尤其是步兵 少了這遠程護甲 很容易被那個遠程嫖的 救導院 救贖思想 神聖思想 重要朋友都有 最重要就是救贖思想 這個如果要打 感化對方的工程器 或是建築的話 這就一定會需要 經濟部分 只有輪根沒有 剩下都有 那對手的話 朝鮮 我們來看一下 好險的話 生命師也加三 實況採集功比較快 劍塔可以免費升級 然後工兵護甲 也可以免費升級 也是之前改版給他的 軍事單位 除了工程器之外 木材費用減20 所以很適合 很適合打工兵戰術 因為他工兵護甲 既免費 跟工兵的木頭也有減免 所以這個特性是很棒的 完全是 讓你可以打這個工兵戰術 特殊單位的馬戰車 雖然很多人都覺得 他好像不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馬戰車在 對著胎名點出來 爆一坨出來 其實真的也還是 蠻有威懾性的 那 銀罐跟金罐 的劍塔的射程加二 有時候朝鮮如果是玩一些 微城戰術的時候 然後用這個 他的料王塔劍塔去圍圍住對方的話呢 其實這個多多少少研發還是蠻有壓制性 還有他的輕型投資車射程加一 金罐科技 在後期如果打中型投資車以上的話呢 效用還蠻大 還有這個投資車減少最小射程 OK 那這邊看到的話 印度一開始馬上利用捕魚嗎 我們也說過捕魚 在這遊戲裡面 村民採集方式最快的 就是沿岸的漁夫捕魚 其實比漁船還快的 所以印度本身加 10%的捕魚速度 這時候捕魚是非常的 這張地圖捕魚是非常的 非常的開心 食物獲取量會非常快 那對手的話看起來是採取一個 經典開局 就沒有要捕魚 他是一樣是以 羊羊汁 還有 獵野豬為主 這個地圖是犀牛 那當然他有可能會稍微趕一下 這個斑馬吧 畢竟都這麼靠神智中心的 會稍微趕一下吧 竟然沒有 哈 哦 我來這裡造魔方 不在旁邊 他不在旁邊去 踩這個魚群 他直接來這邊 蓋魔方 一部分可以吃魚群 一部分可以吃這個斑馬 然後這邊還有兩頭羊 好啦也可以 而且開這位置不容易被發現 對手在探圖的時候 其實會蠻容易疏忽這個地方 我覺得應該蠻難發現的 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其實蠻多人會去外面偷這個池塘 因為你真的要找到每個池塘 也不是那麼快 但說真的 這個如果找到的話 早期的一些肉麻騷擾 我相信 會非常痛苦 這邊開了魔方之後 直接過來獵這個犀牛 我看一下開這邊 剛才獵一頭犀牛 這邊還有一頭犀牛 還是他沒有找到第二頭 所以直接在這邊有發現就過來 也是有可能 拉了四個村民而已 拉了村民 其實差不多啦 四個五個村民就差不多 這邊再拉犀牛 所以 看到 朝鮮 噢靠 這邊還死村 呵呵 好久沒看到拉這個拉到死村 OK 揮一村民欸 這前期揮一村民還蠻傷的 印度這裡已經是拉上了均嬴了 棒棒應該會出吧 看一下 這裡是在封建時代一半的時候就造好均嬴了 理論上民兵應該會優先出才對 然後 朝鮮的話就是 列了三頭野豬吧 這邊列了第四頭 所以他是吃這個野豬為主 說野豬啊 犀牛啦 犀牛好不好 列這個犀牛為主 所以其實 朝鮮的 食物境上也不算慢 畢竟 打獵也是 第二塊的 就是比漁犬再慢一點點 印度這邊當然還是繼續以漁夫為主 但你看這個採集的距離 多多少少都還是有點影響 雖然他有10%的這個採集加成 分數上你可以看到 朝鮮就算死了一村 這個分數其實也沒有落後 甚至應該有點小贏 就是他列這個 犀牛 獲得效益 雖然他縱使他死了一村 還可以追上這個幅度 那當然一部分是因為他 並沒有選擇早期的封建 直接是 存到25村 可能想直接上城堡吧 這個配置通常都是 26匹 有 然後印度勒 哎呀 路這裡 啊 印度早期走了一個軍營 但是卻沒有先生 民兵 但其實也不會差太多 不過確實是沒想到 因為這個軍營下的時間點 其實非常的靠前 也有可能是 預判要下軍營要出棒棒 可是卻沒有找到敵人位置 我覺得這個概率比較大一點 因為我看到現在這個戰物打開之後 印度是沒發現敵人在哪裡 所以我在猜 他有可能只是造了這個軍營 打算要出民兵 但是卻沒有發現敵人位置 就打消了這個念頭 然後直接選擇照這個馬舅 用赤猴直接去找 當地圖真的有時候找人 也是運氣運氣的 你看 印度這邊是完全沒有找到 不過這邊有看到犀牛死在這邊的話 如果有注意到 或許會發現他有人在這邊 如果他夠聰明的話 他應該會派赤猴過去 派個三隻赤猴過來 應該會非常有斬落 等到三隻赤猴過來 這三個村民是吻死的 甚至連這個村民如果被發現 也是吻死 跑不了 保險要打那個馬戰車 有夠明顯 這個 莫名其妙升 升風 然後就照這個採礦營地 這個配置就是想要打城堡啊 上來之後就直接到兵工廠嘛 然後下市集 要直接升城堡時代嘛 然後早期先直接開這個採礦營地 但是 如果他這個村民不在加 加碼村民上去採石頭的話 我相信他升城堡的時候 石頭應該不夠650 應該是升不了 那現在就看印度這些赤猴能不能 提前做一件事情 不然等一下 這張地圖如果馬戰車出來 其實也不好擋喔 地圖很開闊 馬戰車機動力夠 傷害力夠 血量夠 照到起來還是蠻蠻噁心的 尤其他可以出去 騷擾印度這些 捕魚的漁夫 可以看一下 應該發現了吧 對阿發現 看一下這個戰物 這個發現了 彩礦營地 但是沒有發現市中心位置 他決定往下來探這個池塘 是意識不錯 還是他有發現還是剛剛好過來 還是他真的要來這邊抓 看到這邊有不正常的斑馬在奔跑 這邊過來看到馬上抓到 村民這裡倒是跑得蠻快的 朝鮮第一時間是直接拉掉的 你看到 我還在找 找一圈 差點要找到 哇 上帝視角看都覺得好像 被找到了 哦 有沒有發現 哎呦 躲回戰物 沒發現 哎呀 這當下應該點了之後 很難注意到小地圖 還有那個藍點重現 他覺得他應該是回去了 有這村民 這三個女村民 差點慘遭野外 沒事 呃三匹馬就 錯過了這三個村民 很可惜 如果這三個村民 打到的話呢 應該還蠻有優勢 不過現在朝鮮準備要上 城堡時代囉 我哭 陰度也是 也在深城堡了 其實也沒有差很久 那個50% 50%的進度吧 看一下 朝鮮這邊 朝鮮雖然踩石比較快 但是這個派石頭的村民 還是太靠後了 這個流程就沒有做得很完美 他要再更早的去派這個 踩石頭的村民 因為你必須 提早踩這個石頭才有辦法 在你深城的那一瞬間 直接下城堡 所以他這個流程 應該是不對的 就是做錯的 他這個木頭留的很多 還是他想要開TC 應該不是吧 看起來不太像 哼 還是他已經開第二 哦他開TC了啦 想說奇怪 但是他這個 他這個踩村民 我真的覺得他應該是想要下城堡 只是 只是他升上去之後發現這個石頭 不知道是太晚踩還怎麼樣 就直接下TC 因為他木材留的很多啊 他不開TC的話 確實也是有點浪費 這裡也開了TC 所以 欸 這朝鮮是直接開3TC欸 還是我誤會他了 他其實就是想開3TC 不過這木材是留的有點多 還是有點多 兩邊都升城堡時代了 然後印度這邊再升 輪軸 印度這邊也要採取什麼戰術呢 印度這邊只有單TC 這邊再開第二個TC 還有開3TC 還有開3TC 目前看到只開了第二個TC而已 那因為這邊在研發輪軸的關係 這個村民就會卡住 那朝鮮這邊如果有三個 TC 滿運作的話 這個經濟等一下應該很可怕 而且這朝鮮是偷到極致欸 他這個 他這個城市中心真的是離得很遠的 你知道嗎 這個城市中心要是被發現了 maybe在這邊造一個衝撞車過來 這個城市中心 我看也是滿難守的 或是直接造一個頭子車 不用不用那個衝撞車 你就造一個頭子車在這邊丟這個市中心 這個是真的是 一一旦發現就直接要爆掉的這個點位 所以這朝鮮真的是偷到一個不行 我看到印度這邊倒是打了馬功喔 雖然不算是特別優勢的一個 對印度來講不是一個特別優勢的單位 不過也還是能打 而且馬功在這張地圖 因為機動力夠的關係 也不是不能選擇的 朝鮮這裡的彩金礦 村民被丟死了 而且完全沒有反應 看來 這個反應力還是有點極限在 這個分段 還是沒辦法 這個面面居到 這明天兩邊是差不多啦 不過分數看起來突然 朝鮮這邊分數一個暴跌 一個暴跌 剛剛還沒什麼交戰 有可能是軍事單位的一個差距 因為現在朝鮮什麼都沒有 好險這邊還在 踩這個石頭 他還不趕快用黃金買 不趕快下城堡 還卡人口 真的是 卡人口就真的不太應該了 那個有時候 卡人口真的算是練習量不足啊 因為你必須 維持你的 你 吃一滴我二代卡人口是蠻嚴重的 尤其在發展期的時候 那個卡人口 你除了軍事單位生不出來 你連村民都會被卡住 尤其是你3TC在生村民的時候 你只要卡一下人口 你3個TC基本上都快不能定做了 所以你那個產能會變超低 而且朝鮮是到現在還在打獵 他對打獵的執著是非常之高的 好來看一下印度出了馬功 過來騷擾一波 有什麼機會 這比較靠近四任中心 其實也不是特別好打 那個操作不剩 你可能就會被四任中心射歪 印度是繼續升跟蹤技術 然後升馬功 這邊印度應該是主打馬功 沒錯了 但現在朝鮮我還看不出來 他到底要打什麼戰術 理論上應該是要打馬戰車 因為我看他一直在踩石頭的部分 不過一直遲遲的沒有下出這個城堡 感覺經濟 有贏到特別多嗎 感覺也還好 這村民也不是落差拉特別大 這有點不妙 好險倒是在這邊下一個防禦劍塔 因為憑藉他本身自己文明的特性 免費升級還是蠻賺的 這四任中心被找到拉 頭車來了嗎 就跟剛剛講的一樣 可能用頭車去砸這個房子 就基本上是死 死位 就是你在這個地方被發現了 你感覺是逃不了的 而且 印度這邊還準備了一堆馬功 在要準備 等著這些村民出來 但這個是容易失守 這村民出來要被打死的話 我覺得朝鮮也是非常不妙 終於 終於下城堡了 是要出馬戰車了吧 有夠靠後的拉 這真的要早一點 拉 我覺得朝鮮流程要再做的更精確一點 這已經是流程的問題 他已經不是什麼反應力之類的 因為你做這個城堡 直層升城堡這個流程 其實西班牙也是需要 你也可以跟西班牙流程學 就 西班牙也是蠻常打直層 然後直接下城堡的 那 這個朝鮮是選擇先開TC 我覺得這完全是一個 極度高危險的作法 因為他 開TC 卻沒有升軍事單位 這完全給對手 滿滿的機會 你看這分數 這落差非常的大 這兩個頭子在這邊打 你看這邊經濟就會稍微的有點停擺 因為必須要派村民過來修 也不是特別的好受嘛 所以這邊在囤馬戰車 我們看一下馬戰車等一下出來 能不能 創造一點機會 畢竟馬戰車的遠方有三點自帶的 所以打這個馬攻 應該還算是有優勢 畢竟馬攻血量也算偏少 不過四隻 馬戰車就想要來開稿 我才是不行啊 看到馬戰車可以硬上吧 我覺得 四隻而已沒有差啊 直接反身打就好了 而且幹還被出生旅 哼 這印度還直接出生旅 我確定是 覺得對手會出馬戰車還是怎樣 馬戰車根本 出來就直接被趕化 那 現在朝鮮怎麼辦 我覺得朝鮮現在有點糗 這個 馬戰車出來實在是太晚了 那個通本 這印度來講就完全的 完全都是機會 這 好先說我這場投稿我沒有先看 我沒有先看這場投稿 就是我坐到這邊 就是跟著跟各位一起看 因為我做這一集的時候 有點時間有點晚了 我就沒有特別先看 這場比賽是我直接做 但目前現在看起來 印度有點快一面倒的大的時候 兩千九對比四千七 我在想 朝鮮這邊還有什麼辦法可以逆轉 因為我看一下這些馬戰車除非他有辦法一次累積到一個不錯的數量才有可能打爆這波逆轉 不然的話我看朝鮮應該就也是差不多要橘 這邊也是在踩石頭 看看朝鮮這裡 家裡 六臺馬戰車 但是衝撞車 啊這邊因為防禦箭塔夠多的關係 其實也不好直接攻進來 只能靠工程兵器慢慢推 而且你看上面這個TC 我剛才說的這個非常偷 這被發現果然是完全守不住 這邊已經插到兩千分 我希望不要這樣子結束 好不好 我相信各位投稿的時候應該不會這樣子 這會投稿應該都會投一些這個比較逆轉性質的比賽 有來有回吧對不對 我看一下朝鮮怎麼樣打這波逆轉 我希望他這一波打下去應該是還可以看到一些比較不一樣的 你看到朝鮮外面其實都蓋滿了防禦箭塔 其實嚴格說起來現在印度勝券在握 因為他掌握了地圖的控制 他掌握了工程兵器 還有機動性的兵種 現在就是 如果印度這時候選擇直升帝王的話 我覺得機會也是蠻大的 因為他現在朝鮮只靠這個城堡 而且馬戰車剛剛送了一堆之後 這邊剩九台 又有僧侶 不好打 那個青頭就一台而已 而且完全沒閃直接吃了一發 僧侶這邊有三隻 他可以直接感化三隻 而且對手是沒有要躲的意思 反正就給你感化了 那你這個其實很虧 那這些馬戰車是完全被感化好玩的 印度 直接出生旅就直接把這個朝鮮的馬戰車刻爆了 你可以知道這個馬戰車出來的時間實在是有點太晚了 三千雞對比六千 這 跑檢真的會有機會 這開始有點下水餃的感覺 然後印度這邊已經準備要點上帝王時代 你看 充多極少 跑檢這邊準備要再下一個城堡 但根本拉不起來 不過他一直有在用防禦箭塔來做推點的感覺 然後就看這個投石車吧 畢竟看起來 頭鎬方這邊感覺不是很會閃這個陣型 每發都丟到一大堆了 但這些僧侶補起來也是補得蠻多的 這馬弓被砸到了還是直接被補起來 然後 這裡沖荒車 進來被投石車裡丟了一下 應該也沖不進來 然後朝鮮有辦法在這邊打一個 側邊的攻擊嗎 因為我看到朝鮮在下面有上了一個城堡 這邊有偷偷的在射這裡 正中心 對印度這邊也是有點小小被壓制 但主要戰場的話呢 印度的馬弓這邊還是 保存比較多的 馬戰車這邊感覺是 數量差距太多 旅邊遠方比較高應該還是吃不下 而且印度也還有戰毛兵在這邊做攻擊 這朝鮮完全沒有在控制 他這個 馬戰車一兩隻就是往前送 他有點沉不住氣的感覺 可是這投石車一直在丟到馬弓欸 我老天 有沒有看到 這完全是一直在丟到 哇 不過數量還是不夠 我覺得朝鮮這邊在下水餃 真的有點太非常的危險 啊下面這邊是要一直被 被朝鮮蓋那個城堡一直推的 這邊又再蓋一個城堡 下面被城堡塔推 然後上面是正面 正面是這個印度在推進 而且村民其實沒有落差太多 我們看到反而是印度這邊玩的比較不好 因為他的木頭啊 食物啊黃金都殘留太多了 所以是印度這邊 我們可以說這個就是有點在讓你知道嗎 當然一定沒有在讓啊 就是他當下應該也是盡全力在生產的 但是這個資源殘留的是 非常多 而且村民也是怠惰的 顯置村民也是非常的多 這邊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尤其是資源的問題 轉化不了完整的資源 這朝鮮反而是資源花的比較乾淨 導致他到現在還在打 而且這個城堡到現在 也還有76%的進度 然後這個投資車出來還丟死了一大堆 打工到底怎麼回事 操作力跟不上 標準操作力跟不上 你看到朝鮮外面的這個馬戰車果然是一直在出 不錯不錯 至少沒有直接一面倒的被壓死 不過看起來兩邊的操作力跟注意力都有點 不太夠 因為你看這裡 正面這邊的話 正常來講馬工那個數量跟這些戰寶兵 推過去 應該綽綽有餘 但 投車過來感覺沒什麼能操作 就一直被丟 那馬工剩下來也沒剩幾隻了 上面要用投車護A 下方的話 朝鮮是一直一直的在推城堡往前走 好這邊的城堡 也在開 是讓城堡推死印度 壓制印度的發展 上方是戰矛馬工跟投石的組合 這個城堡再不低調就要沒囉 這感覺被打死 這不是低調的 好虧哦 你看這個朝鮮這個防禦劍塔卡在這邊 其實也是不好搞 因為防禦劍塔血量也是蠻多的 進來也是被射好玩的 這印度加里感覺也在失火哦 這剛剛差距這麼多分 難道要神奇的 被稍微的逆轉一下嗎 果然是不是要這種橘子 6000對比8400分 不過現在 囂張過頭的 這朝鮮蓋在印度加里的城堡 應該是守不住啦 印度加里已經兩台巨頭了 這村民術不夠根本修不起來 所以這 大方進攻的城堡應該是沒有什麼效用 前面這邊重裝馬弓升上去了 但看起來 朝鮮這邊的陣地還是有點難以突破的感覺 就是 朝鮮這邊是以城堡跟他大型劍塔 作為主要的陣地戰 結果印度這邊 衝不太進去的感覺 感覺是不敢衝 有即便有兵量的落差 但是他沒有專業的工程器具 因為那些大型劍塔真的會把我射攻 然後 現在朝鮮 因為房子被拆的關係 還有點卡人口 我們印度勒 印度終於把他資源差不多 也榨乾也差不多了 173個人口 不過大部分都是戰毛兵啊 全部在爆戰毛兵 這黃金那麼多 爆戰毛兵是不是有點浪費 他就爆個火槍兵也好啊 爆個工程器具也好啊 這爆火 這爆這個戰毛兵 黃金兩千多呢 應該來點黃金兵會更加優秀一點 這邊 帝皇時代 朝鮮帝皇時代 直接大型劍塔 就給你升起來 大型劍塔 兩千兩百五十的血量 不過下面這裡印度有巨頭 理論上這邊應該是活不下來 那現在就是變成朝鮮 什麼時候要趕快反推了 差兩千分在帝皇時代 就不好說囉 這其實有可能會被反推成功的 尤其是後期的這個 朝鮮的頭子車如果 上這個中頭的話 加上他本身金冠科技 其實這還蠻恐怖的 也是可以玩的一個方向 畢竟朝鮮的黃金也很多 但看起來朝鮮是要轉騎兵 他要把朝鮮騎兵 那個馬舟開了 開了六個馬舟 然後戰毛兵往前A 完全被城堡給送光 感覺 像是有什麼想法推進 但是沒有 直接被城堡收光 他直接派這個戰毛兵做進攻兵種 效益有限了 效益有限 好巨頭不斷的在往上推 然後印度這邊的話 感覺是變成以戰毛 還有巨型頭車為主 然後再造的是火炮 再造火炮 朝鮮的話在轉騎士 朝鮮的騎兵線沒有品種 轉騎士 蠻有趣的 其實我覺得朝鮮 繼續爆馬戰車也沒什麼問題 但雖然有這個戰毛兵 但我是覺得可以配一些中型頭子車 或是就配 戰頭子 我覺得打到帝王 應該要中型頭子車啦 我覺得中型頭車出來這些戰毛 應該沒救 因為你可以從一些小細微的操作去判斷 就是像剛剛一開始的馬弓 你光用清一頭車就把對方馬弓丟死了 你怎麼會覺得對手 這群戰毛兵 你用中頭他會閃 你用中頭丟一下 這可能整群蒸發 你的馬戰車就沒有對手了 印度可能就被 就被操爆 有種印度轉駱駝 那更好了 朝鮮可以直接轉這個 這個長槍兵或是幾兵 也直接戳 應該有幾兵吧 朝鮮也有幾兵 轉幾兵戳也是可以 駱駝應該也不會是個威脅 到帝王時代這個戳 那這時候反而是戰毛兵開始護A 兩邊素質 印度有化學的關係 所以還多一點傷害 所以印度的戰毛兵是比較優勢 小零星衝突 但看起來印度的重裝馬弓 完全沒有在操作 在上面直接被戰毛兵給收掉 ok 大方的陣地 被朝鮮的中央騎士出來收掉了 有些巨頭好像 完全沒有作用 也被拆掉 而且 現在朝鮮正面因為有很多大型箭塔的關係 對印度感覺好像 推不太進去的感覺 用火炮塔都要打很久 因為血量2250真的也是不是蓋的 好險大可直接用騎兵過去硬抓這些火炮 真的是可以 直接硬抓火炮把他抓死 因為印度現在的冰桶組合 并沒有到很優 并沒有到很好 他開始出駱駝 開始出駱駝 那可能看到對方有重裝騎士吧 開始出駱駝 那這時候朝鮮如果可以第一時間趕快出這個擊兵的話 其實蠻有可能逆轉的 說家裡這裡應該是被印度騷擾了一波 哇 家裡的匈牙利輕騎兵 這個是帝王的重頭戲騷擾經濟的橋段 好不好 駱駝其實到後期砍這個戰毛兵當然也沒什麼問題 畢竟速度也夠快 血量也算是OK 家裡的話 朝鮮是生人弩兵做防守 朝鮮這時候開始轉強弩 OK啊 強弩打駱駝也沒有問題 駱駝在怎麼樣 自帶遠防也是0 即便是帝王駱駝兵 不過帝王駱駝兵血量也是真的多 160點血 帶攻擊力太低了 防禦也很低了 他就是一個 超級職業的反騎兵兵種 遊俠跟他打都要禁位3分 那個帝王駱駝兵 硬砍 戰毛跟努兵 而且頂著大量的大型箭塔 這個是朝鮮的陣地戰 朝鮮的 大型箭塔陣 這個駱駝感覺好像撐不太下去 因為 強弩兵理論上是蠻克制駱駝的 因為駱駝還蠻怕遠程的 我不能說克制他 就是蠻怕遠程的 就算帝王駱駝兵看起來是擋不住 下面零星的地方 這邊還有村民的和睦共處 這個橋段 非常的令人溫馨感人 朝鮮家裡真的到處都是大型箭塔 哈哈哈哈 不好搞不好搞 加速一下 我們一度以為前面這個橋段 硬度就要贏得這場比賽的人 果然就是非常神奇 這邊如果再繼續出帝王駱駝兵 有可能被朝鮮的強弩換裝 我先 預告一下 這是非常有可能的 而且朝鮮這邊還有不錯的意識 在邊防這邊拉了石牆 要防止對手從這個下面直接串入 這個意識是不錯的 然後朝鮮的話呢 這邊也是在改爆更多的匈牙利清奇兵 但是 印度這邊其實開始轉一大堆 帝王駱駝了 看一下 印度兩千多的黃金 然後完了 好險黃金沒了 他如果沒的話 他也繼續爆匈牙利清奇兵 會蠻慘的 他其實爆戰毛 他其實爆那個幾兵的話 我覺得更合適 因為 你現在對方是出駱駝嘛 你這個匈牙利清奇 你要說你要去抓對方的戰毛嗎 根本不可能 因為駱駝跑的跟你差不多快吧 還是比你快我就忘記了 彈兩下你就死了 你是要怎麼用 匈牙利清奇跟對方抗衡 最後 帝王駱駝 一定是可以追上你的那些匈牙利啊 那你 強弩兵其實打 駱駝兵沒有問題 現在重點是 印度的戰毛兵你要用什麼克制啊 什麼戰毛兵啊 印度的戰毛跟那個駱駝 對駱駝 要怎麼克制 長擊真的是一個不錯的 不過如果你說擊兵的話 就全部被戰毛兵克制 所以也不好說 對也不好說 可能也是需要一些 混兵 我覺得這可能要混三種兵團 會比較合適一點 因為你說強弩要去印A這個戰毛兵的話 感覺不太現實 而且朝鮮的黃金現在已經花掉 基本是沒庫存 沒庫存了 印度的庫存倒是還蠻多的 這邊全部都拿來爆帝王駱駝 後面的戰毛兵記得要跟上 駱駝只能在戰 強弩面前當作是一個肉盾的存在而已 這一波推進來我猜 這一波打完應該差不多要G了 我看兵種 兵力上開始有點落差了 而且這駱駝真的沒有東西可以打 就是只能一直殺這些戰毛跟那個強弩 但是 欸 印度後面的 戰毛兵還是蠻多的 這個強弩兵要是被換完的話 我覺得朝鮮就沒救了 欸朝鮮的黃金 存量不太夠了 這邊還展開陣型跟對方對A 而且印度後方三台的巨頭 不斷在拆對方的大型箭塔 這個陣地中間是得瓦解的 前線最硬的陣地 城堡大型箭塔組合 我看 這邊是有點難以抵擋的 關鍵的應該就正面這一波了吧 好險出的 青 那匈牙利全部被駱駝也換掉 然後放戰毛兵又是垃圾兵 這裡城堡感覺也快守不住了 前線的強弩兵不斷的輸出 做成效果不錯 但是朝鮮後續的兵力 感覺補上 這邊只能直接投降了 差結束這樣比賽 好感謝各位看到這邊 記得不要忘記給這影片點個喜歡 支持一下吃一流二節目 之後也是會跟各位帶來 更多的是一流二的轉播跟比賽 要總結一下 這場比賽我覺得 我一開始一度以為印度就要這麼贏了 差點又要讓我對投稿失去信心 不過還好沒有 印度 嚴格說印度資源轉化確實是有點問題 不過 當下在打本來就 當事人會有一些心理狀態跟一些 不是上帝視角的問題 而且 這個分段本來就差不多 會有一些這種 事情發生 我們是可以理解的 沒有問題 那朝鮮其實也做的不錯 是他 利用大型箭塔在家裡打陣地防禦 其實打的算是 我覺得還不錯的 畢竟他還是逼退了 印度沒有在第一時間直接衝進來 那後面的兵種組合 我覺得就 朝鮮這邊自己也是 有點問題吧 就你看 他兵種組合 其實也都 不是很好打過 這個印度的帝王洛夫丁 但 最主要的區別 應該還是經濟上的問題 因為 朝鮮的 那個 朝鮮最大的失誤是他的 那個 馬戰車 太晚了 他馬戰車出的實在太太過靠後了 他如果要打馬戰車的戰術 他應該一直成馬上就得上 然後那一波馬戰車出來 其實 威懾性是很高的 因為馬戰車在 對方巨堆之前 他真的血量攻擊都很高 但是馬功真的是已經造的蠻多 他才開始出那個馬戰車 當然是沒什麼效果 後期的話 其實印度的兵種組合 並沒有到非常的優秀 主要是他生這個帝王 駱駝兵打這個 打這個朝鮮這邊 其實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打 他充其量就只是個肉盾而已 然後那 印度就是朝鮮要解決的 其實是這些戰毛兵 他可能真的得混三種兵 才比較有機會 甚至 maybe 用個中型頭子車 可能也是比較有機會 駱駝要去砍頭子車 當然是有本事 但是 不會像騎士那麼痛 那或者又是匈牙利 弩兵配疾兵 也是一個組合 你的匈牙利去砍他的 戰毛的時候 你疾兵跟上 然後去戳他的帝王駱駝 也是一個辦法 兩個兵種 我覺得是不行 你強弩打戰毛沒用 你打駱駝 勉強說可以有用 但他配的是匈牙利親奇 匈牙利親奇 你的工作只有能抓對方戰毛 但是你過去的時候 帝王駱駝兵過來追你 你跟他速度基本沒有落差 你一定是被帝王駱駝追一爆 所以你根本連看亮刀都沒有機會 就直接死去 所以帝王就是 朝鮮這邊的匈牙利是完全沒有作用 最後就是一樣 資源交換被換死 然後印度這邊黃金還很多 朝鮮沒黃金 那一定打不下去 因為 黃金兵的強度就是 擺在那邊 好不好 那這樣比賽就差不多跟各位帶到這邊 感謝各位收看 我們就期待下次更多 師弟弟我二的轉播囉 我們就一樣 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